根据卫生福利部的数据显示,脑中风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到死命, 仅次于癌症,每年都夺走一万多人的性命,造成不少家庭的破碎。 中风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来得无声无息, 即使有症状或是前兆,也容易被大家认为是太疲倦。 延误黄金治疗时间,什么是脑中风? 脑中风是指脑部血液循环出问题所引起的脑部损伤之疾病, 可以分成脑缺血,脑出血,暂时性脑缺血这三类型。 脑缺血 ischemic stroke,也有人称之为脑梗色, 为大脑血管阻塞不通。 有四分之三国人的脑中风是脑缺血的类型。 脑出血 ischemic stroke, 为大脑血管破裂造成脑组织缺氧坏死, 引起中风的症状。 暂时性脑缺血,暂时性的脑部缺血所引起的中风症状。 一般都能在24小时内恢复, 虽然不会留下后遗症, 但有机会发生脑中风。 脑中风六大前兆千万别忽略。 多数人出现脑中风的前兆时, 只会认为是身体太疲劳, 加上脑中风前兆时间短, 很容易被忽略。 事实上脑中风的前兆相当重要, 若忽略可能会错过黄金治疗时间。 手脚,脸部突然发麻, 无力视力模糊。 看到点影口齿不清突然昏厥, 步调不稳,不明原因头痛。 国民健康署也呼吁民众要牢记中风口诀, Festive。 F脸歪, Face观察患者的脸部表情是否对称。 A手软, Arm将患者双手平举。 观察器中一只手臂是否有无力。 S大舌头, Speech。 请患者讲话, 观察语句是否清楚, 完整。 T记下时间, 他们当有出现上述症状时, 要清楚记下发作的时间, 争取黄金治疗时间。 若上述的症状出现超过一周, 且家族有中风病史的人, 就要特别注意这些症状, 并不是因为太疲累, 而是正在中风的前兆。 脑中风的危险八因子, 中风不是突如其来的, 若具备下列危险因子, 更需要多多注意。 高悬压糖尿病抽烟喝酒肥胖, 缺乏运动家族病史饮食过于油腻不运动。 脑中风的治疗方法, 脑中风依照不同发生类型来治疗。 脑缺血, 以畅通脑部为主, 利用血栓溶解剂, TESU Plasminogen Aftavator, TPA紧速将堵住血管的血块溶解, 也是唯一能有效治疗脑缺血的方式。 需要确诊为急性缺血脑中风, 发作三小时内治疗, 若超过时间会让治疗成效变差, 但血栓溶解剂也有副作用, 约6%的病患会出现脑出血, 造成让病患永久性的神经损伤。 脑出血, 使用降脑压傲物来控制血压, 给予适当的水分维持电解质的平衡。 如何预防脑中风, 调整饮食, 生活习惯, 大部分中风可以极有饮食, 生活习惯等方面来调整及预防, 掌握三高数字, 控制血糖, 血压, 血脂, 若本身有三高的问题, 需要定期追踪, 回诊。 健康饮食, 三餐定时, 定量, 少吃油腻, 高糖分, 过咸的食物。 饮食要均衡, 尽量选择低纳饮食。 维持体重, 体重过重者容易增加高血压。 心脏病及中风几率。 规律运动, 急油规律运动, 可减少疾病发生。 戒烟, 不论是吸烟或是吸入二手烟都会增加中风的几率。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